好那最后我们要来做结论了 那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 这个 结论的前一句 因为这是一个支持研究假设的 的检定结果所以 我们其实就直接 去把那个 去把研究假设给搬过 给那个 给写过来就可以 那后面呢 你们应该也知道 应该是跟其他的T检定 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 我们要把自由度跟统计值这些 还有信赖区间的 那个数字给换一下 就可以 好那这里也做一在最后追加一个 细节的提醒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 T跟P 都是邪体 这是一个关键就是 那个只要是属于叫做统计数 或者是统计的重要符号呢 那APA的格式是规定说 是要用邪体 来表现 那最后呢 我们来 整理一下 这个表中的 几个 重点 那 母 那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相应样 因为是 同一 同一位受试者 的那个 差 在不同 处置之 两种处置之间的 差异分数 所以 他其实就是指的是一个 差异分数所构成的 平均 那抽样分配 也当然就是 很 类 几乎跟 跟那个 一英子 跟单一样本的 T减定 算是 算是长得很像的双貌兄弟 我们只是要把 把原来 X改成D 就OK 那 在这边呢 有一个 重点 就是 统计值的计算呢 是在教科书的这两个 这个 这个 地方 不过呢 教科书的 公式呢 我觉得有需要 更正的地方 因为教科书 他 用的 那个 公 他写 他原来写 他原来写的 公式呢 他是用 两组 平均 去相减 但应该是 差异分数的平均 也就是写成是像是 抽样分配的这个 参数 那所以呢 正确的那个 我认为比较合适的 这个 统计值公式的写法 分子应该要写成像这样 那估计标准物当然就是 那个差异分数的 那个 的 样本变异数或样本标准差 好那这个自由度呢就是要看 你有 几位受试者 因为 受试者是都所有的处置都是来自同一位受试者 所以 就是 总数 减掉1 因为只有一个 他只需要 估计一个 差异分数 试试者 就 试试者